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会答应 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答应 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看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读书会 然后我们就给了一些书单给CK来选 但我也很惊讶他选了这一本 就是这是一本看起来跟AI最没有关系的书 对 叫做《匠人》 然后它的主题是这个AI时代人该动脑还是动手 那讲者 我需要我可能要我再详细介绍一下 他虽然今天来的肯定都是莫名而来 那讲者的经历很复杂很传奇 怎么了 我还没开始说 复杂 这边通常用丰富 哦 所以复杂一般是形容手 就很复杂 复杂不是一个褒语题吗 哦 可不可以 哦 好的 好的 很丰富 对不起 Tango 再往下就要很多远了 对 讲者本身他做他现在主要在做投资 他在做创投基金也在做影响力投资 就是可能有商业的投资 也有这个偏社会影响力的投资 他一直在其实算是一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科技跟人文交叉领域的这个专家 但其实我认识他真的很短很短的时间也就两个来月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吧 就上一次我们在那个AI生成是AI的那个论坛上 然后非常就是荣幸的认识郑志凯老师之后就非常果断的把他推进来了我们的读书会 那我其实我们上次在飞帝上一次比较诚实的聊天 他就是在飞帝书店 然后聊了大概三四个小时非常长时间的聊天 然后我就发现他是一个他是物学物理出身的 他是物理系毕业的 理工男对但他基本上对他基本上对我觉得他对科技和产业的发展有非常非常大量的这个人文角度的关怀 跟对人文社会长期就是什么样的科技到底是对社会好还是不好 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去让他变成对社会进步有利的力量 而不是反过来是危害社会的力量 其实他有特别特别多的思考跟质疑还有批判 那所以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大家已经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很自然的把不管是ChartGPT还是MeJourney当成我们的生活中 可能工作中已经很多人已经融入工作流变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已经很自然的把我们很多越来越多的时间跟生活依赖这个AI的这个助手来完成的时候 那我觉得是时候就我其实不知道今天CK讲的是不是比较批判性的内容 但是可能是时候听CK来给大家泼一泼冷水 我先假定他会泼冷水 一定会 对因为他的标题就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答案非常呼之欲出但仔细一想又不知道到底应该是哪些答案 那我们那他选择这本匠人这本书也是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技术与人的这个部分的关键思考的开启交给这个CK政治台老师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然后把这个关键的时间交给 交给 交给 没有错了我觉得今天谈这个题目哈在这个AI当头的时代好像是一个转动 就宿命就好多匠人啊 还不错这个在路中有人看过 这时候真的不太好 不太容易看的 嗯 就是说很难看 说不太容易看的很透彻 那但是他是一个名书哈 我觉得这可能是所有的名书的特点 就是你能够看到多少东西可以你花的时间是一个linear function 啊 有很多书你看到那个程度的之后 对你就大概知道80% 90% 我现在看很多书 我常常是看 只花了该花的时间那30%就停了 那我觉得我大概知道百分之70 那就好像不太值得再花剩下的百分之70的时间呢 那去得到那个剩下的百分之30啊 那这本书呢我觉得是有点linear function啊 啊 他的作者这个 Ritual Stenet 啊 我还看他 我看他的一些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他写的这个书啊 他有各种不一样的主题 像这本这样的人对不对 这本这个 Building a Driving 啊 那他还有一本 我可能也有忘记啊 那个再建公共 哦 再建什么 再会公共 再会公共 哦 对 对 那 我家里还有一本 这个新资本主义的文化 嗯 好 这是我在北京买的 嗯 这本书大概2006年写的 嗯 这本书呢 是2008年写的 那台湾呢 是最近才翻译出来的 大概跟这本书是同样一个时间翻译出来的 这个是2018年写的 嗯 嗯 嗯 我通常看到 这种涉猎非常广的这个学者啊 我都会有点好奇 去看看呢 他是 是他的背景 而且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 啊 我是不是也太远了 哈哈哈哈 我已经有一些这种 成为习惯被condition 嗯 啊 就是那些 我觉得他学是非常的渊博 而且跨界 而且理论 有理论基础也有很多的故事 啊 那 不管是宗教人士啊 他的学界啊 你一看 哈哈哈哈 很多很多的遗憾 啊 他 哈哈哈哈 啊 那 他讲真的不真的很快 啊 因为他都 他 他的 所以他冤博 所以他里头有非常 你看过的 你就知道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他这个故事呢 他讲的都很 很多时候 我们也听到这个故事 很厉害 他讲的很仔细 甚至于 他讲的 他去述的方法 是比较dry 不像些小说一样的 所以呢 他想要表达 他什么样的意思 你可能都还在想一下 看的时候很难 很不容易看 我觉得要介绍这个书 这肯定更困难了 这个是有点挑战 更何况 这辈子就是我第二次介绍书 哈哈哈哈 是是是 第一次是大一了 什么就不必说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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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回答 太清楚了 是 是 太清楚了 哈哈哈哈哈哈 非常非常容易 是啊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一定会在这里呢 哈哈哈哈 左边的图 哦 好 左边的图是什么 啊 我们看不太清楚吧 不过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一个匠人拿一把锯子 嗯 再锯这个木头 看得出来吗 嗯 那 这是在 宜兰 有一条巷子 这个巷子呢 他就挂了不少 像这样子的 这个石雕吧 林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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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照的这张相片 我觉得跟今天的这个 像人的解体还蛮接近吧 这个书皮 已经在这里都看过了啊 如果这个没有看过的 我觉得值得回值得买点回去看 嗯 你不需要看完 嗯 但是 其中有一两张节目是值得看的 至少把那一两张的看完 好 因为 这个作者实在是 知识太渊人薄嘛 他的体系也实在很完整 所以我觉得我要先 把他的整个的这个 书的这个结构 跟大家先做一个介绍 他半分之三不五分 我们的书名是 the craft man OK 所以他的第一部分呢 就在讲的 craft man 这个人 所以他大概分成 三张 第一个是 苦恼的 教人 这个苦恼的事实上 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单语 因为是trouble 好 这个 遇到困难 对 这个正在处于困境中的 这个craft man 那第二个是工作方 他是念方还是方 工作方 第一个是讲人嘛 那第二个这个人的 生活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学习的地方 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 他把那环境做一个介绍 工作方 那第三个呢 是讲机器 那 这个 点出来了 为什么 匠人呢 在trouble 因为后来有个机器 那这个匠人 跟这个机器中间的这个关系 一笔一流的关系 一笔一流的关系 第四章呢 就是这样 嗯 其实 所有的匠人呢 他在做的都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处理一个物理 一个物质的东西 那 他 跟物质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 所以这一章是物质必需 第二章呢 他就讲 这个craftman 他去手做出来的那个东西 这个craft 那也有四章 那一个呢 就是 我们做的东西的 这个动作是透过一个手来完成 所以他讲手 然后呢 他在讲说 什么样子去 当你要传达 我只能去做一个craft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去说明去 教导 所以是一支instruction 怎么样让他去做 去学习 那 再下面一章呢 就是讲工具 工具跟前面的机器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那 那这个工具 跟这个 他的 向人 还有他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关系 事情 第八章呢 是 主力 模糊 就听起来 有点好像 很 模糊的样子 那主要是在讲说 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你一定会碰到push back 好 那这个环境或这个东西呢 会有一些阻碍的这个力量 那有些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你对于结果并不是非常的确定 所以你不会再处理一个不确定的模糊的方法 所以这是第二部分 你讲的是这样 craft 第三部分 他讲的是craftmanship 那这就比较是属于 这个抽象 精神承认的 当这一个匠人在说他的craft的时候 那么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他的动机是什么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the means and the ends 中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 第九章 讲这个 他的 他的motivation从哪里来 那第四章很有趣的讲的是能力 能力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 如果我们都是craftman 我们每一个craftman 我们去做 一个craft的能力 是不是 天生 所以 还是说每个人都有 他的 就是非常大的 一个 这个tension的能力 所以这张在讲 第十章 在讲这一部分 那最后当然有一个 各位看这个structure 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那这就是 我在想像 这种 这种 我看他的几本书 大概都是这样子 每个都非常的清楚 好 接下来呢 我就每一张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但是 it doesn't do the justice 因为呢 他里面呢 讲了非常多的故事 故事我实在是 第一 我记不记 对 我讲太多的故事了 另外呢 当然讲起来 太多了 有一个无趣 不过我尽量的大家会把 这个梅章格讲什么的 一个精神跟大家介绍 反正 你们没看过书吗 哈哈哈哈哈哈 接屏看多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不过有几个例子 是跟我自己有点关系的 好 OK 第一章呢 第一章呢 他序言 那他讲 他要 他要 澄清一件事情 或是说 他整本书呢 可能呢 就是在跟 他自称为 也算他的老师的 叫 汉纳厄兰呢 对 跟他呢 就有点不同的意见 好 那 这个 汉纳厄兰也 另外一本经典 对不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是有一本 但是我不是看的版 只是20 哈哈哈 哈哈哈 人的情况 人的 太难了 太难了 对对对 太难了 有的时候看书标 那 他在那个书标上 有一个chapter 就叫做 勞动 这些哲学家 对 勞动这件事情 对我们文明 这种个人 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事实上 就很多很多的讨论 好 那 这个 汉纳厄兰呢 他就把 人把它分成 两个类 以我们现在的说法 很简单 就是劳心劳力 嗯 对不对 简单的说是这样子 那 但是 呃 可能在 如果你去看 这个 汉纳奥兰的 巴特兰呢 他就有讲的 那当然还是 从历史上 希腊的时候 从奴隶开始 奴隶的 完全是做劳力的 没有 那种价值 受这个 受这个 主人的 主人的支配 跟 很多 那时候 希腊的 这个公民呢 事实上呢 他是也是有 尽密的 也是劳动的 可是呢 他们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有劳动的价值 然后慢慢慢慢的 这个劳动和 这个致密 这个 两个就往两个不同的方向 所以他就把 这个 人 他分成两类 这个叫做 牢动之兽 animal 那一个说法 那另外的就是 可以创造出来的 那 这个 Richard Sennett呢 他这个 他这个 非常的 贊助 他的这本书 整个的 鼓手 可以说 他认为 每一个人 事实上呢 都是 是 既用 既用 是用我们的 physical 动作 去 enhance 我们的 mental activities 他认为 这两个 那是有一点 非常的 complementary 那 这是他这本书 非常大的一个 重点在说 那 那 这里我也就提到了说 其实 我们人 像一个 潘朵拉一样 潘朵拉一样 是希腊的 那 他的盒子打开来 所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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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陋的事情 对 不幸的事情 全部都出来 那 只有一个东西 留在他的盒子里头 就是希望 就是希望 只有 后子 留在那个盒子里头 所有的不幸的都出来 那 那 创造出了一些 物件 那这些物件呢 对于我们的 人论的 文明 那可能造成大的一个 威胁 所以呢 因为这样 可能 人也自己的这个 毁灭之后 那想当然吧 这个 除了我们人之外 还有剩下的 大家 我愿意就是那个 小豆腥打到地球上面 哈哈哈哈 好 那 那 第一章就是 Trouble with Craftman 原来是定义这样的 那这个定义实际上还蛮重要的 因为 它里头就已经大概讲 其实 这个 Craftman 从 我们 文明的这个 发展的过程 来说呢 其实对里头的这个内容 已经有 在改变 最早的时候呢 就是 这种两手 这个 这个 劳动或劳作 完成一些 这个 physical 的 这种 这种 那 到希腊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变成 脑汉手 能够结合的 公民 那 柏拉图呢 我觉得 这个 特别 在这个书里头 它把 这个 Craftman 在 柏拉图那个时代呢 有两个不同的字 它的字 跟那个字 代表 就是诗人 所以 所以 Craftman 那匠人呢 那匠人呢 事实上呢 就是从 在这个 佛拉图那边的 那个时代的时候 它认为 它就是一种 特殊的人 它有特殊的这个能力 去展现出一些东西出来的 那只是不同的 动手的人 它肯定有不同的名称 木匠啊 金匠啊 等等 但是呢 它们 都有那种 诗人的 这种 本质 那 那 在他的书里边 他又讲到 他做一些对比 也许不 go into details 譬如说 这个 Richard 他就把 比如说 教堂和市场 他就做了一个对比 一个教堂呢 是一个事先想好 will design will define 然后透过一个blueprint呢 去完成 那这是一种 Craft 那另外一种Craft呢 是 市场 市场 是 市场 野生的 或是说 自然发展的 它是 渐进的 一步一步的 那从 就是 Craft的他的角度来看 他认为 更符合这样的精神的呢 好 谢谢 更符合这样的人 原始精神呢 是像 市场这样的一个 自然的发展 而不是一个 比如说 翻译事先 就定义好 那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Vale 和 City Vale 最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 巴黎 所以很多人都出巴黎 那 City呢 我觉得 越三波就是一个历史 那 就是 一个很动乱的 很野的样子 长出来的一个城区 就是跟 Paris 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 規划好 那 这是他给的一些对比 就是 哪一种呢 是比较倾向于 他所认为的 Craft 那 当然最有名呢 就是 马克思 马克思 这个 唯物主义者 那唯物呢 当然就是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人 劳动者 为什么 劳动者是最 高级 应该是最高级的 对这个 对社会最有贡献的 一个阶级的 那 他就把劳动 给一个最广泛的一个定义呢 就是 公益的就是赋予 群体 任何事情 你要给一个form 给予一个form的活动呢 就是所谓的 Craft 好 那这里的话讲了三个 匠人有三个苦恼 第一个苦恼呢 就是 我们现在的一个机构呢 他 鼓励 这个机构里的成员 把工作做好 这个情势 他是想 鼓励竞争 对于合作 来讲 虽然大家很重视 可是 都会在 在一个机构里头 有没有哪一个评分 是对你这个 你这个部门的评分 好像没有 好 那 这个 强调竞争的时候 就会碰到一个很问题 你这要有标准 对不对 标准 刚刚好 就是 Against Craftmanship Craft 手做 他就是没有标准 像我刚才讲的 Market 和 这个差别 所以这是第一个呢 就是 我们现在的组织呢 是比较 距离越来越远 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尤其在有劝基督的生活 所以我们应该 唯一把他们的手指头 对不对 其他大部分都可以在键盘 在一个房间的晚上 Work from home 对 所以这是一个 现在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的整个的 经济活动 或者我们新资本主义 就是为什么这边说 叫做新资本主义 就是 它是往这个方向去搭散 那另外呢 当然就是 我们很多的工作品质 我们的 这个这个 比如说我们讲的 performance appraisal 品店 对于 会 花 花费时间 的 和把事情做得更好的 这件事情是 基本上是比较 不鼓励的 你的 结果 和你的过程 这两次分开来 或者说必须要某种程度 分开来 结果是 比这个过程更为重要的 好 好 那 在 这个 这个 他呢 这个很喜欢讲一个概念 就是 embodied the knowledge 就是 我们的knowledge 最后要做 做出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好 那这个又需要 knowledge 还有跟 环境的这个很多的 interaction 好 所以他本来叫做 embodied the knowledge 那 一个例子就是 就是 建筑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自从呢 有了CED之后 慢慢的呢 就是他把设计的过程 跟这个执行的过程 它的距离越来越远 已经有很多建筑设计 现在不做模型 那我这边举一个照片呢 是 黄真远 黄真远在清华大学做了一个project 黄真远他说 他所有的设计 都一定会做模型 他做模型的跟CED的差别是什么 CED呢 你没有那个距离和大小感 特别是你没有距离的人 即使你画上一个3D的一个图 可是那个距离跟你的physical 好 我人站在那个地方 或是想象在那个地方 还有跟环境的那个关系呢 是 没有办法透过电脑 这样子的一个二维的一幕 展现出来 那在这个 像那个他也就特别用 这个CED来做的一个例子 就是 我们现在的整个工作的环境 是让我们的手和铃脑 突然产生一个断裂 好 第二章 第二章呢是讲这个工作方式 那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空间 那 这个 他讲说 在古代的时候那个金匠 突然我到不同的乡村里面 那大家都觉得说 他好像有魔法一样 就是任何的金子 他能摸一下 他就知道有的成分是多少 那可是这东西怎么学来的 嗯 那就不需要透过一个机制 那当最简单的 最早的时候一定是家庭 对 可是家庭有他整整的各种不同的限制 啊 那 因为你自行是金匠 小孩就一定要当金匠 小孩 所以 慢慢呢 就会产生一个师徒的方式 师徒的方式呢 就可以要居住在一起 那 你如果 就等于是说 要 找一个义父 这样的 但是你如果住了他家的时候 你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啊 关系啊什么啊等等 变成 比较复杂 他等于是另外一种 家庭的一个关系 同时他有一个 海外体 啊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又不太一样 啊 因为这样后来又产生一个行会 啊 行会呢 就会让 这个 有不同的这个工作方 他就有一个比较容易 啊 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 或者相对的一个 practice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早期的时候 木匠都有一个五班 对不对 为什么 要 要 忠奉一个很有名的人 因为他就可以带来有一种单纯 好 那工艺跟艺术之间 就是拿了一个差别 这个是 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工作方 他所学习和教导 和传导的这些 基本上是一种 the craft the craft 到什么时候 跟一个art 对 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在博物馆看到 在一千年 七月一千年以前的东西 art的东西比较少 如果去看的话 只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什么art 我们现在很熟悉的art 比如说这个 冥业十年之后的各个画作啊什么 其他每一个人当初 都是在工作方里 对 他不在那边学的 然后自己成名了之后 是有工作方的徒弟 所以现在要建立 建立画的时候 把他们说建立 是他的徒弟 让他画 那 但是 这是一个过程 后来art 因为 patron的问题 这个 市民有钱的 是愿意付多的钱 给有名的人 然后呢 因为他独一无二 所以慢慢产生这样的art 这样的观念 那 在工作方的里头 很老记忆 这个 可是这里头有一个 吊诡的事情去做 当你一个 你越走向画质的时候 你又越有原创的武器 越独一无二 别人做不到 那 这个可以传下去 当你传下去的时候 你撕掉这个原创的记忆 那还有的就是 所谓的这个 tethic knowledge 一种 隐性的这种 执事 末会执事 这东西可以传 这一样叫做 tethic knowledge 它不是很容易教的 它是要透过 一直一直的 不断的这个practice 才能够学到 那 这个 上面讲的是 工作方的这个 重点 好 那今天来讲机器 机器呢 是家人最好的 这个朋友 他对他的提前 还有 当 当一个 真正我们现在定义的 这个机器 可能就要从 这个工业合力之后 对 在那之前大部分工具 那 机器的问题呢 会要什么 让我们这个 显性的这个知识 就能 比较重要 这个 这个 personology呢 因为 你做东西比较 一致 机器都在一致 一致 我们都知道 知耐 知耐心 知义心 那 事实上 这两个人差别 就是在于 这个 显性 和隐性 这两个知识 在什么上面 是比较重要的 越倾向机器那一端的 那就是 显性的知识 是比较重要的 越倾向与 手做的 每次做的都一样的 就是书法 对不对 那就很多 非常多的 这个 这个 好 那 那 后来 这些 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匠人 就受到威胁 那 这个 typical 这个匠人 痛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他的对策呢 一个当然就是 必定对抗的 固执 第二个呢 就是 你去排斥 会取代你的人 那 这些都是工会啊 在那个时候 那被发达 那 还有一个呢 这无招之后的最后一招呢 就是 抵抗的武器 那各位也听过这个 英国 女人现在讲到这些 这个非常保守 暴残手缺 随着时代进步的人 我们叫 卢德主义者 这种 我就不知道有一天 我是不是有个对象 卢德主义者 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我 我居然在做投资 很难事 变成这个 柯德主义者 哈哈 那 机器当然是有它的作用 但是 它就会统嘛 会规格化 那这里我讲了两件事情 是很有趣的 那书里我讲的 他把印刷跟那个玻璃啊 把它来做一个对比 在玻璃 最早的时代的时候 它是 它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大很平的 一个玻璃 只是可以容易做得到 所以指的那个同归的话 是比较容易的 那玻璃它不行的时候呢 各位想想看 为什么我们到欧洲去的时候 那个所有的教堂都是彩色玻璃 它没有办法 你认真是小块 你认真是小块 它只能做小块 哈哈 那像 玻璃事实上是一个 在所有公寓里头 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公寓 我不知道你们对玻璃 那个琉璃珠 有很多人那些人就要把 那琉璃珠 那琉璃珠上是一个很早时代的时候 它就很流行 它能担个地方的时候 第一个它要高温 很高的温度 本身的那 第二你要把它颜色 或者什么颜色 然后跟它的形状 跟它的温度 要能够控制在一起 所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个几乎是没有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像琉璃珠那样子的一个 艺术品 又或者一种供应品 它没办法大量制造的 所以 这是一种 傲慢式的这种供应 好 第四章是讲物质品 那 它有个假设 这个 Rachel Sonate有个假设 人呢 对于改变一个事物 一个物质体的形状 它是基本上改变一个情绪的 好 那 所以 当一个Craftman 面对这个物质的时候呢 它 会有三个不同的心理 第一个心理就是 它希望让它变形成 一种不一样的形状 那第二个呢 它 会希望透过 这个物质呢 能够展现 能够表现 它 自己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有千米 我们去到那个 秦总 秦总 秦总那么多 有上万个人 那有不少人 发现的 有不少人 发现的 有千米 其他人上 那 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 当它对这个物质 就是重积到一个程度之后 关系 渗透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会把这个物质呢 把它拟延化好 好 那讲的第一部分呢 这个物质变形 但我们 大家都知道 就是脑瓶 点土 所有我们的工艺 都是在改变它的情况 这里有改变最少的时候 是木头 泥土是容易改变的 金属是会改变的 但是木头是改变的比较少 那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 就是以刀剑来讲的话 刀剑 木头的 当初它不够粒之外 就是木头的刀剑的事上 或者很多木头东西 它没有太多工艺发展 它都是在形状上面 去做设计的角度 但是金属 是有非常多的工艺发展 包括我们的炼金术 对不对 都是在那方面 科学上去改变它的形状 那下面一个就是说 它 嗯 把两个不同的东西 把它混在一起 或把它apply到另外一东西上面去 所以我们从这个物质的东西 所学到的一些东西 归纳的一些事情 我们把它应用到其他不同的地方去 那手里头 可以做这些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织布的fabrics 这个都是指教型的 那就 城市设计的人呢 就是我给它用在这个行面 OK 那包括弯角啦 什么等等 那另外一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 就是 把食物更迷惑 那 这里面 有很多 这里那个书里都提到那个 Levi Gertroth 那个人类学者 那个人类学者 他还是一个美食者 所以他在写他的这个人类学的时候 他就常常把他的那个 就是在食物上面 他的这个指示 把他的pile放在上面 所以他说 他说食物只有三种 一种是生的食物 第二种是熟的食物 第三种是烂的不能吃的食物 然后他也把这个文化 就把它类似做这样的 一个造型很美 好 那 接下来就是表示存在呢 这个物质的存在 当这个物质的存在 就代表这个人类的存在 这下面还有一句话 没有关系不重要 好 OK 好 那 刚才讲的不是这三个pon吗 对不对 这物质的跟匠人的三个关系吗 那 这是有一年我在去年 我在美国的海岸上面 这个就碰到一群人 这群人在森林里头 他们有一个石头的工作坊 他也不在家开放 他也不卖 反正因为有钱人 他就买了很多地 然后他就叫这些匠人 石匠 每个都是石匠 这个天冷的时候 在北方在加州加拿大到这边来 做了六月的时间 做什么呢 就是敲敲打的 去用石头去做出任何你想要做的东西 那我碰到这个人 他叫John John原来的工作是什么呢 他是用石头来做装饰品 比如说在门上画一个东西 墙上画一个东西 都是石雕 石头做的 石雕的 结果他说 有一天他听到这个石头跟他说话 他说 我是有用的 石头说我是有用的 你不要老是把我 用来做这个没有用的东西 装饰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听了这个话之后呢 从此之后呢 他就去做了事情 就是把石头拿来做成有用的 当然就想了 有用没有用 这个我们有不同的说法 对不对 他现在他就盖了一个这样的一个temple 他叫做temple of the perfection 去 请不要跟我辩论说 这有什么用 哈哈哈哈 你可以这样说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说 我用石头是为大力 那 但是 他自己 那在哪里 就在加州 北加 北加州 北海 那 所以在位置 不经意撞到 我写了一篇文章 你各位可以看 我上面写 那天在生意 快乐时间生意 那 他注意一件事情哦 他在所有的石头都飞上去 就没有用任何的 黏土水泥黏锅器等等 他就这样飞上去 一定会飞上去 我觉得很危险 他 这个是他必须要考 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 就是物理上面呢 他必须要能够证明说 他的强度跟地震一些 就是一般的这个建筑 耐震的程度 是一样的 那 在旁边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今天如果我们要盖一个墙的时候 各位如果手上有石头 你一定是这样子 一片子这样落上去 他说上铺了 所以他是这样子 是不是直的 直的呢 他可以两边那样卡 可以 两个时候在这里 东西刚好一直都卡进去 所以呢 最右边那个 也是没有用任何的水泥 这群人呢 我觉得他们是 这本书里头讲的 那个匠人精神的 非常 非常具体的表现 对 他没有什么秘密 他们就是 跟这个物质对话 他认为这个物质 他跟我讲说 他说 每一块石头都有他的 所以他在 在盖这个 不管什么样的一个石头的建筑的时候呢 他就是要看到这个石头的 然后给他用在一个最好的地方 刚才我们讲的存在啊 年化啊 什么的等等 好 那这就是 这完全是表达的 这个匠人 跟他处理的这个物质的关系 好 第五章是手啊 康德讲的 康德是那时候 这个 他有名的 他就是谈理性啊 对不对 但是他也讲的 手是通往清零的这个窗口 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作者讲说 我们都认为说 因为我们人的脑 大脑容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的手比较灵活 比星星人员灵活 但是后来这名字讲过来 是我们的手比较灵活 我们用的比较多 所以慢慢呢 我们的人的这个大脑呢 变得比较大 那我们的身 我们的手跟星星有什么差别 这个差别呢 是说我们这个大拇指是比较灵活的 我们好像是少数的动物呢 可以大拇指是可以碰四个指数 那所以我们在抓东西的时候 好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手是比较灵活 因为比较灵活 所以我们就能够做更多的 这种用双手可以完成的事情 手里的手都在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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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将来一直滑下去 可能我们的大脑会变小 那还有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他就说 其实我们的这个手 接到我们的这个神经 那最后呢 跟我们的这个视觉神经 什么其他神经 是什么串在一起 所以他process的时候 他是coordinating过 而不是分别分开来的 那 那手呢 就有很多 慢慢的就会变成说 你怎么样去让 有效的用你的手 就需要很多 很多大脚来配合 譬如说力道 那用到刚刚的好 再来一个 去划一个船 那个部落长 那个教练就说 不要穿太紧啊 他说不要穿太紧 他说手放松 用我们的习惯对不对 我们觉得抓紧一点 可以用力 那所以the least resisted 后面回转的 我们讲的抛铃剪 对 抛铃剪 然后就这个 这个用很早的量 可以做到很复杂的事情 OK 我觉得我的时间可能快一点 然后下面就是在讲说这个 我们要教的 我们要告诉人家 怎么去完成一个物理的动作的时候 要去划手 这个 我不知道各位 如果你 IKEA家庭买回来 你会看Manuel的几个手 你都不看直接做的 你都不看直接做的 不看直接做的就动手做的 我会做一件事情 我会点点看有哪些东西 点完了之后我就去 因为怕东西不够呢 对对 好那 所以 教是一个困难的 那你看这个作者 Richard Simon 是很厉害的 他要讲CraftMan的时候 他还把CraftMan 怎样去 彼此之间怎样 communicated 这个subject 还有一个chapter来讲 好那 这是我自己家的 就是 我自己学不同的语言 发现动词就出困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要讲 动词 对吧 比如说 group graph graphs 几个不同的动词 你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 同样的啊 比如说 那个 武朴 各位 有没有人跳舞 我们刚才讲的 Tia双 那个可能还简单 如果看 武朴就学 即使你跳舞的 你怎么看的都很困难 怎么把一个复杂一个连续的动作 在那个时候没有video 对不对 你要把它谱把它记下来 你想想看 我想现在 这个云门的后面的学者在学舞的 大家都看前面的视频吧 对 但我们现在要学这个 这个云上武 一路什么唐朝的 哈哈哈哈 完全没有讲一个 即使有武朴的动作 可能有差别 非常大的 所以有一张他在讲这些事情 那么 他有一个还蛮有趣 他就说 就有一种 我们叫施语症 说你施语症的时候 你有一个词忘不掉 所以想不起来 那这次你要去怎么样 让他帮助他想起来 那第一个 事实上你就应该去叫他想起来 而是先让他恢复那个动作 让他记住会怎么样做那个动作 他才能够把那个名词把它想起来 这可以这代表就是说 Investment是我们比语言来讲更 fundamental的事情 对不对 语言实上是一个简单的一个label 对不对 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武朴 包括什么东西的话 他都是把我们的连续的动作 所有我们的动作都是连续哦 除非是玩一个一二三木头人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因此你要把它除了现在的video之外 你要把它记录起来 说明下来 你都是断许断断 讲片断断断 好那他又讲了一个故事 苏联也讲了一个 有人写食谱 食谱也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好 那写的人就有不同的那些嘛 像比如说小薇在念算写食谱 用了一整本出来讲 来讲他的食谱 哈哈哈 你还是讲数量而已 可是你写了整本故事 你外婆的故事去衝托 去烘托你的这个食物 对不对 那这也是属于这个他这边讲的这个传神达意的一种不同的方式 好 那么工具呢 事实上是一个比较 非常容易吸他灵感的 他 里头就提到说的三个 重要的这个工具 三个重要的发明 一个是望远镜 有望远镜 还有潜力量 才知道 这个地球 不是宇宙的重心 对不对 潜微镜 也对于 这个 微生物的这个世界 人比较清楚 或有所谓的细菌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手术刀 也是一个 西方的这个医学的发达 是因为我手术刀的 各位 这些大概都是 15世纪16世纪之后的 发明的工具 我们 中华民族发明有几个伟大的发明 但是为什么后来 都没有 那是有一些原因 譬如说 譬如说 玻璃 譬如说玻璃这个在 中国在中原是没有这样的 那 金属的 冶炼 也是比较弱的 那 电金术啊 什么等等 西方是比较发达的 那光学是一个重要的 所以 为什么后来西方的这个科学 比较发达 是跟这些工具的实际上是非常有关系的 甚至于 颜料 在这个 文艺复兴时代 这些画家 他们如果找到一种新的颜料 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有一个 比如说 一定 自己把它很 紧密把它保护起来 不让人家知道你这个 因为它可以产生一种新的一个画的一个方法 还封肯 那 中国也 也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材料 所以呢 我们的画 就一直都没有进展到 所以说 彩色的话 我们就要在黑白上 那 在现代科学呢 实际上 材料是 发明是 我们的电池啊 我们很多 Mano material等等 都是在材料方面 好 那 下面这个 我们在讲说 实际上工具呢 如果可以 刺激我们的一些想像 好 那他今天讲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 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好 第八方就讲 独立和 就是 当 嗯 去改变一个物质 你会做 透过物质去做 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碰到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 抗击 一个事情 独立 其实 其实是两个因素嘛 第一就是重力 第二就是摩擦力 那 我们说的东西 他不是在真空里面 他不是在外太空 所以他一定会跟别的东西有接触 接触了就会产生 那 要完成一个 物质的 发展的时候 不管是建筑 或者是说 你要去 这个 设计一个 可以 跑得很快的一艘床 那 你都会要去处理这些问题 那 这个时候 你两种不同的态度 就会影响到你的solution 一个是目标导向 目标导向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可能对主力 就变成它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如果说你是考虑到主力的时候 你可能采取的方法就不太重要 这有一个例子 我们初夏就学的 大于智水 对 对 对 他附近用了一个呢 就是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 但是呢 那个是需要的力量 就要能支援 给它对抗的力量 要更大 更强 那 船导是大于呢 还用这个主力 最小的一个方式 那 这里 它里头又讲了一个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我们看 我们的很多 那个自然的设计 它在不同的物件之间呢 都会有一个 模糊的一个地点 这个模糊的地点 我们 在 系统上来讲 多数说 叫做interface 对不对 那 概念上的interface 好像是一个很 绝燃的东西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在里面 一直到外面 对不对 中间那个interface 就是隔绝 隔绝物 但是你生物来看的话 其实呢 以细胞来说 这个细胞呢 有一个最外面的一个隔绝物 叫做细胞壁 那细胞壁的内层 就是细胞膜 细胞膜里面才是细胞的物质 那细胞膜 它就是一种模糊的地方 它是一个缓冲的地方 它是一个缓冲的地方 长到细胞还太复杂 各位小伙伴们 我们的蛋不就是这样子 它就有一层膜在里面 这个膜呢 所以说什么 就是可以让它的物质 有一些limited的transfer 那你看我们所有的 比如说城市 我们有郊外的商业 那为什么我才想 他写的这个 这个作者呢 写的这个Darling 那他就把这种概念 给我们的这个都市 写上去 就在一起 那为什么我们讲说 林百 留百 那这也就是 让这种模糊那部分 不确定那部分 让它扩大化 还有很多艺术的这些表演 讲到这一盒法子 其实 我们刚刚讲工艺和艺术 中间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差点 就是艺术 它对于不确定性的 浓忍度比较高 烧槽的人就知道 烧槽的人 他们 最希望的 最喜欢的 或者说最特别的 是用 人工轿 然后呢 里面呢 烧的是 这个木 木材 那因为那个木材 会承成灰 这灰呢 会 掉到这个 他的陶器上面 陶器上面 然后跟这个 幼材生的枯杆 然后造成那些 里面没有一起到 那这种 那这种 也就是这种 那事实上是 留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好 那第五章就是讲 品质所驱动的这个工作 那 他那边讲的时候 大部分 有 或者是两种方式 不要说大部分 你简单的说 就是 就是 追求品质的人 他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一个 approach的方式 第一个approach方式 就是我已经想好了 这是我觉得最圆满的状态 我就照这个方式来做 第二个呢就是 我有一个sketch 然后我就一边做一边去 这个 拍电影不是有两种导演吗 有两种导演 有两种导演没有剧本 是吧 佛小贤据说 他还是没有剧本 好几个好几个很有名导演 就没有剧本 ok 好 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 代表刚才这两种不同的执迷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对于 对于是完美 都是非常的执着 左边的这一位呢 是我们伟大的维根斯坦 我也是在哲学家 ok 但是呢 他每天说我要设计一个房 他的铁匹还是面面 而且很有钱 我也是非常非常有钱 那他说我要设计这样 他刚写完一本书 就是把那个哲学的架构 然后把它解决了 你解决所有哲学上面的问题 所以他解决建筑的问题 哈哈 他完全不懂 那但是呢 他就去照他的想法 很重要是有完美的比例 防止这个窗子和门的关系 什么什么 他从归把它想得非常规划得非常好 然后照亮去 实施工 结果 就发现说 天马板的高度 他在 差了三公分 啊 就照他的土地施工之后呢 他去看 他觉得差了三公分 结果呢 他就把他全部都打掉 走进来过 他家有钱 那这个 右边呢 是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个建筑师 形式很像 对不对 外观看起来都是方方的 对 咱们盖的这个精神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他就是类似像 草图一样的方式 然后他考虑到环境 然后呢 他没有注意到 他的这个窗子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觉得那个窗子 要跟那个房间 跟他外面环境 要有所配合 所以 实际上没有办法决定说 他的窗子 要exactly 所以虽然同样追求品质 可是 还是有两种可能性感觉 OK 第四张比较 简单的说 他认为 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做 这些个的东西都可以做 那 我们讲算数学 确实我承认 算数学 清算有人快有人慢 然后呢 这个数学的这个能力 有人理解高 有人理解低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以IQ来讲的话 确实是 好像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可是 Richard Sanders认为是说 我们做 physical的东西呢 事实上 每一个人可能 可以学的这个潜力 都不会太 而且还有什么 还有 所谓的这个 multi intelligence 这样一个概念 可能各位听过 一个 国的一个新的学者 他说 我们自己不是做一种 应该分成八种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原来人的差异呢 事实上 不是聪明才智差很远 而是说 我们的行处 在不同的地方 那 所以他认为呢 要真正实现 我们一个 向人的这个功绳 做一个 从事一个 这个公益的活动呢 动机是比能力更重要的 OK 今天 希望你有点孤雷 人心 好 那他的节语呢 我用两张图来表达 这里也事实上 就是他书里头有提到过 这个 像他神话里头 这个 那 赫菲斯托斯 他是一个 很会动手的人 重要的 船啊 或者什么 那时候的物资文 都是他设置 都是他设置 他做出来的 那他不是一个 他是一个 不 美满的人 所以他那个脚 他实际上是 有内斑的地方 那 那 韩朵拉呢 是不是很漂亮啊 什么的 可是 他就是一个 带来的 威胁 那 他认为就是 我们匠人呢 是 应该是 就好像我们 面向都要 尊重 你斑法 我们的匠人恐怕 就是要 这个尊敬 尊重 这个 特费斯托斯 好 以上呢 就这本书的介绍 那 我后面呢 再 简单 这个 提一下 讲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 或者说感想 或者说 可以给各位 一些 我称为 这个 知识 知识的英文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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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啊 对 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是最好的 翻译吧 翻译 是不是 OK 好 那 那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五股不分 势力不秦的这种 有没有 五股不分 势力不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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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切尖累 对不对 好 那 我是把这个 手的动作呢 就是我自己的分类 对 第一个呢 就是 重复 恢复原状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不理动作 劳力动作 这个呢 包括了 家里的亲子 希望 对不对 希望有没有意义啊 超棒的 超棒的 好 那个 应该跟 对我家里所 有一个 人事的话 对对对 对对对 最近好像 还是前两年 台湾有一本书 有翻译成中文 在英文中文 是一个 美国的 一个 清洁工写的 台湾是怎样去 照顾别人的空间 他就有清洁工 我觉得这个 美国这方面 我也蛮佩服的 我还听说过一本书 是一个 卡车斯基写 他上面写的 都是很有 一些 折理在里面 那第二种 那第二种 菲萨性的 也还是恢复原装 其实是重复完 永远都做不完 对不对 洗碗哪有人做完过来 那第二种呢 是 就是非重复的情况 那这个呢 就是 像 东西坏了 对不对 你把它修好 这是一种 那 这种我们现在人工 越做越少 包括自己越多越少 你都是找人来 做 那第三种呢 是重复 可是你有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生产的事 对不对 你做一样的东西 第四种呢 是 这个 你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这新东西可能独立无二 对 那我们通常讲的这个 艺术的创建 包括我们人家的 可能就是在这一方面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什么 就是 我们去 照顾 刚才前面讲的很多都是我们 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但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 活动呢 是在照顾 有生命的东西 比如说小孩子 照顾小孩子很累的 养猫养狗现在也很popular 对不对 那 还有一个很popular是什么 就是 这种 至少 我不曉得台湾可能少一点 就是 我们先 这种 这种活动 这种活动都变成 therapy 来 那这个活动 跟上面几个活动 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 是 它有一些 也有一些 对不对 那所以你会有不同的 的 reward 跟前面的呢是稍微 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 虽然这本书呢是在讲 匠人多么伟大 多么珍贵 但是 the reality呢实在 没落 那 没落的原因呢是 一个呢就是 它的经济上是更少 对 今天 所以 当 consultor 跟 跟他 share我的 AI的 expertise 可以一个小时 差点250块钱的金 哦 对 那 如果我教人家去如何做那个 做一个 这个 pattery 我可能250块钱台币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应该有多便宜 所以 而且你看 就是 在我们社会上 很多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选择职业啊 什么 我们都往那个不同的方向去 然后大量的机器人的制造 还有 新资本主义的新企业 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们对经验 都认为 越来越没有价值 我们讲过所有的就是 你要忘掉你过去的 你不要被你的经验所 所复数 对不对 你要奥奥巴斯啊 那 可是 所有大部分讲匠人的时候 他的品质的追求 他都是 透过不断的practice 不断的practice的意思就是 你一直在 北极里的经验 对不对 这个 你要画画 那些图法啊 或者做所有 谈一个乐器 那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新资本主义以后呢 他的价值是 越来越被 贬低的 除非是 你真正变成是 非常有名 你透过你的brain 这个 来compensate 那就是不同dimension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说是 到艺术 像这个 领域 对不对 艺术的那是一个 稍微不一样的 一个category 那或者说你可以做巨星啊 等等 好 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 但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 叫人啊 做个东西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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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很多physical activities 对你个人有什么样的 影响 我自己觉得是 还有一些还算蛮清楚的影响 如果说 你不会那样 使得不起你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当你从事比较多 比较 稍微大量多一点的这个 物理活动的时候 physical的活动的时候 第一个呢 你会感受到 你的那个物理的直线 在什么地方 这个呢 是 在 某些时候呢 是 特色上 会会是你 refreshing 一个很好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如果很累的时候 我睡觉睡比较好 对不对 versus 你跟 譬如说我动脑 用脑用的非常的多 跟我的白天的时候 我的physical the activity比较多 睡觉呢 你的quality 平均来讲 除非是你心有 你有天赋异点 要不然可能都是 physical activity 会有助于你的睡眠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很有趣 至少不是我个人感受 就是 你会觉得 你 立有不胆 当你立有不胆的时候呢 你就会对那些 能够 帮你做到那些事情 你会有很多的感性 对不对 就是你挺自然的 所以你就会变得比较谦卑一些 那还有一个是很多人说的就是 当你的脑和你的手 你的physical东西 就在进入一个状态的时候 譬如说你专心的画画 跟这些诸法 跟其他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他们两个平坦的 你头 你的physical 是一种 比较普遍的这样的感觉 我 我算这样讲 好像 我并没有非常多 但是可以想象 多多少的生活量 都有一点量的经验 虽然不如长途 那就是 心理上的这种flow 这样子的状态 这种flow的状态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专注 对不对 那专注当然完完全全心理的一个专注 大概可能也可以 就是缠注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状态 但是也有很多时候 跟physical活动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些 这两个在一起 可能 他事实上是让你更有专心 所以我们在好多地方都做什么 哲学小道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哲学家 理睬啊 什么都非常想散步 对不对 他事实上 透过这样的感觉 他们没想到他会造成一种 或者说是塑造一种不同的一个心理状态 好 最后一页 我刚刚小礼拜天都没有讲AI吗 哈哈哈哈 我刚刚讲的全部在泼冷水啊 我只是没有想AI而已啊 我只是没有对人来泼啊 AI加提起人 好 享受 对 那我们应该是一个 喝啤酒 哈哈 对哈 可是他觉得他比你高级 他不要喝啤酒 我们要靠喝啤酒 我们可以享受啤酒 所以你是欲望的努力 哈哈哈哈 我只剩欲望的AI 你不AI 对不对 哈哈哈哈 那你可能有分也有 有些朋友 经过这样一个事 运 射受想请 是 来 谢谢 那 这个 运就是 英文是aggregate 就是东西在类集合 那 射就是物质 想呢 就是 射 瘦 瘦 瘦就是我们的 receptor 啊 我们的眼睛 或者我们的鼻子 它是一个receptor 把外面的这个资讯 把它收进去 嗯 嗯 想呢 就是 你对这个开始做一个process 嗯 你知道是香 就是红色 前面只是一个照样机照下来 可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嗯 那等到想到这个时候呢 你就开始有一个recommendation 去认清去了解那些事情 啊 行呢 它就是做意 行动 就是 嗯 想要采取一个行动 要做一件事情 take an action 那是呢 但是了别 就是它是overall 在govern 在govern 所有的 都在前面讲的自己的 activity 好 这里边 AI可以做到的事情 so是完全没问题 不是完全没问题 对不起 很错 so AI 所以天然处理最好的是两个 一个是 video image 对不对 第二个呢是 声音 但是没那么没那么强 对不对 我们的AI最早处理的一个事 非常处理的就是video 就是video 因为video是我们最 最 最 批明性量最大 嗯 可是它现在也还没有到 进入到 文 对不对 至少没有大量的文 因为它的 它的 三一下子没那么大嘛 哈哈 有一些文呢 譬如说什么工业底啊 什么 很多人在做那些什么 那可是 这是一个非常少量的 嗯 嗯 那 有一个事情 是AI到现在还没有做到的 嗯 就是我们的 必有我们的处觉 有吗 有没有 有想到的例子 至少我所知道 有一些工业面有一个那个技术 那个技术呢 是一些机器人会走来走 会会 那机器背也会走来走去 会摇来摇去 它会撞到人 对不对 所以它在这边 放了一个 一个感应器 对 压力感觉 一碰到的时候就不会去 那这种 当然我们现在 truck back truck back 也是 透过这些压力啊 或是有点亮 可是跟我们人的这种 手的这种感觉 皮肤的这种感觉 是完全不同的这个sensor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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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 温度这件事情 然后把它 如果AI有一天 可以把它温度 把它 一直process到说 想 然后行 我猜些什么样的行动 这个中间恐怕 还有一点距离 那这个跟 下面这个AI 六处 我刚刚讲的事实上 六处 这里边 我想要 讲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 就是 言耳敌舌生 毕当是我们的欲恋 那 这前面这五件事情 我们人 老化的过程里 哪一个思绪最快 看怎么看 身体啊 身体是 是 是体力 是体力 对 但是这边的这个是 是 是触觉 触觉 触觉 大概 应该还不会那么快 是吧 通常是 如果我们讲说 老化眼开始的话 那应该是脑壁 就是一次眼睛 对不对 差不多四十岁 然后就是耳朵 对不对 啊 这两个事实上 是上次的比较快 啊 鼻子和手都是在最后面 也不是在前面 比较后面 最后的呢 是身 那这个身实上是 它不是我们的手 我们手 前面讲都是手 但事实上我们全身的这个 这个触觉的这个 这个神经 事实上是 是最 啊 密布 最密布的 最无所不包 不包 啊 除非你在那边神明死掉 那 这个也蛮有趣的 是跟我们 我觉得跟我们的重要性是有关系的 因为 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时候 人不会死啊 对不对 听不到不会死啊 啊 可是你如果没有吃了很欲望的时候 你可能 那个死的机会是多一点 然后当你身体往安全没有感觉的时候 那事实上就很难行动 对不对 你基本上无法行动 你问 那就是 不是植物的 经常会这样 啊 它动态可以这样 那所以 我们看这些 感官 它 人逐渐失去的这个 这个 的顺序 你就会发现说 它是对我们人生命的重要 对不对 那刚刚好 AI 它的发展的能力 也好像到处去 是不是 可以想想看 我不敢说 这是答 这是一个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对AI 当然现在充满各种各样的一个 期望 或恐惧 那 但是呢 好像我们还要执行房间 所以 有许呢 我们应该 就 这个 看看我们的房间在哪里 这都能够发一点的书 哈 嗯 我最后我想练一下这本书哈 就是 《宗主任主任文化》 就是这本书的一段哈 总而言之 匠人的精神呢 具有一种 新文化的理想工人 学生或工民 所缺少的重要优点 它就是专注 所谓的 所谓专注呢 不只意味着痴迷的 精益求精的 将人一心想要把事情做好 而且意味着 他或他 有的他 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有一些客观的价值 一个人呢 只有信奉一套客观的标准 一套与他的欲望无关 那甚至与其他人提供的回报 无关的标准 才能够用正确和好 来描绘实行被完成的情况 把事情做好 那就是这位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结束 谢谢 感谢今天非常有匠人精神的 《阅读完》这本书 对 完全是用一个匠人精神的方式去告诉我们 什么叫阅读这件事情 但是那个标题的问题好像没有回答 对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对 或者是延伸到你整个的 就是读完这本书之后 其实你会怎么做好几个问题 你们觉得需要一个答案吗 还是你们希望听到我的答案 还是说你们自己有答案 那我讲过我的答案之后 那对你们的答案有帮助吗 你会用我的答案吗 或者说我讲到答案之后 我讲到答案之后 那你们说为什么 然后你们觉得是可惜不可惜 是吗 因为你讲的以后 大家也可以讲一下 大家认认啊 对对的挺好 那我请大家先讲 哈哈哈哈 猜拳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 我 什么画面 多多猜拳 我个人当然是觉得 这只是跟你在这个社会上面 你安身立命的位置有关系 然后你对AI这件事情是受到恐惧 受到威胁 还是好奇 这都有点关系 我相信是有关系 因为 有些人 当这个浪头来的时候 他刚刚好啊 他是可以 有一个很好的滑板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在这个时候 你就觉得说 受到很大的威胁 不知道未来是如何 这个 我记得简立峰也是在演讲 他说 我从某个程度来讲 我们都是 我们这个年龄 跟他的那个年龄 都是既得利益 那 在 一两个Generation 更年轻的人 那 可能受到这个危险 比较大 那 但是 我自己是认为 除了社会 你的 你的经济 你的工作 这个因素之外 人都还是有个更基本的 你的价值 那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跟AI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应该如此 应该如此 这样比较健康 对不对 假如说你的价值 AI 有一个波送来 我讲的价值 不是经济价值 哈哈哈哈 所以你存在的这个价值 应该是比较一定 对不对 那 所以 所以 当初 这个 挖那个坑里 我来跳的时候 我也说 要 要我讲什么 哈哈哈哈 那 刚好有这本书呢 我觉得 还不错 这个 我觉得他 他至少 在我最后面提到的这个 就是 他把 人和 这个AI 和 机器呢 这两个不同的文明 稍微 定位 稍微 清楚一点 稍微 清楚一点 那但是他对我们的威胁 对我们社会的威胁 影响 是在那里的 我们整个社会是怎么样去 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层面 这个是 讲 10天以前 在AI学校的时候去 我去谈这个 这个 另外一个不同的题目 讲这个AI对社会的 我那个题目是 AI是不是另外一个 由于游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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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谈论是比较是 对社会 对企业的 那今天我 会跟他分享的是 比较 个人 个人的价值 我接着问你想 那今天你会怎么定位自己的人 是一价值 以及在这个 以及在这个价值的 定位里边 工具 就是工具 可能AI是工具的一种 就是 就是什么东西是你的 Arms 是你的延伸的手臂 或者是武器 我就发现说过去10年 这个 因为我 我都同事吗 都是新創公司吗 那我查到 以前就在讲 我说 我从事的是手工业 哈哈 所以 我本来就在从事手工业 哈哈哈哈 叫人 叫人 对 从 从程度来讲 我说他手工业的意思 是说他 附近 我们同事一家公司 你跟他 什么样一个关系 什么样的互动 怎样帮忙他 克服困难 追求期望 等等 没有办法复制的 没有办法量产 虽然很多人讲说 有些VC好像已经找到了一个 投资成功的 一条 东方城市 什么的 等等 他就说过了 只是他基地大小的问题 那 我 我 我刚刚 我 我是一个 你最早是骗手的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 是吗 对对对 哈哈哈哈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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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系统 我说 我是一个复杂 复杂系统 每个人都是 哈哈哈哈 那 我确实参与到很多不同的活动 比如学校啊 所以 嗯 永远有一件事情是 你不太确定就是说 你会随着时间年龄做什么调整 我相信 75岁的人跟60 70岁跟65岁的人做的事情 你都不太一样 你的心情也不太一样 你的参与的成立 肯定不太一样 所以 我 我这个没有人是目标的人 嗯 嗯 嗯 I don't know 很多人皱起了眉口 可以啊 欢迎你们share 你的身目标 哈哈哈哈 我有 有点方向吧 没有目标 对 有点方向 没有目标 哈哈 哈哈 我们开放大家来讨论一个问题好了 来 好 CK好 我刚刚在你第七章 就是内影姿势的那一方 你想非常快 甚至直接跳过去 那我就去翻书 书里面也是一句话 因为我觉得第三章 它是讲到机器可以加快 外显姿势的提升嘛 可是材料 可以把内影姿势拉到一般层次 这一段我其实看的不是太重 就是 是指说 材料可以让原本的想象力落实出来吗 还是 你讲的是书里来的 对书里的 那你的PowerPoint里面也有引到这一句话 那 因为我看到那个章节里面其实 要不要回去看一下 对 就是因为书里面 第几章第三章 第七第七 对对对对 这个第三点 内影姿势拉到一般意识程式 它原本是因为内影姿势 是没办法被看到的 透过材料达成 它没有办法被很简单的去 传递给别人 内影姿势 它是 我们也可以说不可言说嘛 对 是随面层次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 就是 比较 不容易去 去share 然后也 因为不能share 不能激发别人的这个灵感 所以当它提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 可以变得 大家可以分享 同样这样进行 所以其实不是材料达到的东西 而是 有很多可以激发品牌工具 让大家可以分享 对 这张谈的就是工具 对 OKOK 好 好 你非常仔细 因为我觉得就是外显姿势 很容易想像 内显姿势 内影姿势能够分享 也是 对啊 所以它要 所以它要把它提高上来 提高上来 它变得比较是外显 对 外显就容易分享 对 对 对 任何想回应 或者是尤其是读过书 没有读过的也可以 人家说尤其是没有读过的 对 对对 您现在问问题 没有太担心 因为反正没有读过 也不用担心 对 大家有没有任何 或者是对今天CK 聊到的 其实聊到的这个整个话题 我想回应 一点点 下文 我刚刚有听到你讲说 就是你是没有人生目标 但只有方向的 但我会很想知道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 或者是很多 头被人来说 要找到方向或目标 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那 在这样的状况下 就是你的人生经验里面 是怎么样去找所谓的方向 或者是一直尝试吗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你觉得方向是对的 对我还蛮好奇 对我还蛮好奇 多言必识 请问一下 在座中人生有明确目标的行举手 人生有明确目标的 每一位家都没有 披萨贝没有 铁银没有 人生有方向的行举手 有方向感 没有方向感 不知道不要去哪边 有不想去的地方也算了 对啊算了 如果前面有三条路 你不太确定哪个叫这个路 可是有三条路你觉得是不去的 也算是方向感 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刚才的说法是这样的 是 你的所谓的那个目标 当我们当时讲目标的时候 它有一个 或者是量化或者是具体的 但是它怎么去达到那件事情的环境和原因 你是不一定确定 你不确定你自己有掌握的 就好像刚才前面讲的那个你的阻力 你的模糊性 你的环境的不可控制性 所以我常常听还有讲说 什么人生要设定目标啊 我在想说我二十岁时候 听到这个时候 我可能会觉得说 what do I miss 那我一下 我好像过去这么多年 我也没设够什么目标啊 设定什么目标啊 有啦我以前想说我五十岁要退休 I know 这个人问我就是说你退休啊 我说 I am retiring 所以当年目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速度很实切 你凑到什么样的状况 当然另外一个老实说 目标代表什么东西 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金钱什么啊 什么地位啊名誉啊什么的 应该都不说了 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什么服务寿啊 什么指责名 对不对 但是方向是有一点是原则的问题 原则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事情 你就 你会乐意去做嘛对不对 那你跟人的这个关系呢 你会期待说 我对人是什么样一个基本的态度 那这些原则实际上就大概给你 画出了一些大概的事情来 那当然 我现在讲的是你有宗教信仰 那咱说有宗教信仰 那可能他就更明确的 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对于议员他的日常的生活 对我们来考虑一些规范 我再对一次 我方向应该要进去走 有方向吗 那差不多吧 我没有问题 逃避了 那你的方向是什么 我刚刚讲了几个原则 就是人的关系 人的 就是这几个原则构建了这个方向的 是啊 比如这个基本上 就对人的一种好奇和关怀 事情的好奇和对人的关怀 对 我想这样子可以讲方向 这样子可以吗 它会构成你的驱动力 对吧 它会构成你的drive 对 大概也会概率一些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跟我没有关系的问题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每次服输会 都变成人生相谈 其实不应该收这个价钱 如果是人生相谈的话 这都是从这边看看 一开始 前面的书的我们都 这边看就好 我想问的是刚刚的 前面讲驱动力 那其实我就是AI的 这个发展 我其实一直很忧虑跟焦虑的是 就是 就在事情变得很容易的状况 想那个驱动力跟 是人的motivation 你觉得会 增强还是会减少 还是其实跟这个工具出现 是无关的 我觉得很对于人学习的 的作用 目的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我觉得 我都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很明确的 想如果重来的话 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自己觉得我现在 对于AI 好像我还没有被他驾驭 就是我还可以遇他 从莫名程度来说的话 不是说我用这个工具用得多好 而是说 它能够帮助我的事情 还是可以对我 我还可以有那种什么的掌握 但是 但是确实是 比如说我们以前学一些记忆 记忆 来 比如说学算术啊 学什么 这个语言啊 那种乐趣 学习的乐趣 会减少 我在想 所以我稍微有点担心 或不确定 我还好我小孩子长大 你好坏 就是 进入一个 像杰丽风老师一样 对啊 我们的时代已经交给你了 但我也想回应一下 就是 你在说的这个驱动力的问题 因为我是最近 十几天开始 就是每一天画 对啊 我看到你每天都有画 我就每一天在画一张 用MIC journey画一张成物 那当然我一部分的目的是因为我想要用的更熟练 然后因为给书店省一点宣传费 之后海报就 对对对 现在的书店的相当多的插画已经是我画的 然后那主要是为了不要赋予设计师钱 对 现场有没有设计师 没事就解 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从小其实就非常喜欢看画画 但我没有学过画画 我一直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画家 但我太懒了 就是我就一直没有 因为当我实际上发展的记忆是写作 就我没有学过画画 然后每次从我开始做媒体之后 我就要花很多时间跟设计师沟通 就是我脑子里常常会有一些想法画面 不管是它是用一个插画来表达一个比喻 来表达一个抽象的概念 还是它是一个infographic 如果总是我其实大致上是有想法的 但我要花很多时间去翻译我的想法 然后跟设计师沟通 但有的时候设计师会有更好的想法 就是对 然后所以就我其实就是一直是需要 透过大量的语言互动来实现这个想法 对 你很早就在做 对对对 然后我最近用meat journey 我就觉得这就是设计师 对他有很多想法 因为他其实有自己独立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形容为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因为他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发现好像也不错 比我原来想的更好 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 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 那好 大概因为如果有用过meat journey的话 知道它是在这个discord这个地方发生的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 我一开始想象这是一个省成本的做法 因为discord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 所以你很难想象像web2的时代 用一个这么超级无敌多人在使用的一个工具 它竟然是在discord这样一个社群上发生的 我直到今天的讲座之前 我都还一直理解为 这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公司可以省成本的方法 但今天在听CK讲的时候 我突然在想说我就在想这个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五运六五什么之类的那个 对对六处 然后就突然在想说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AI的画图工具 不是在discord上的话 其实很多人对着那个prompt是非常没有想法的 你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 大部分的情况下你会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 但是discord是个社群 所以你可以任何时候看见你一直没有想法的时候 就会看到好多好多人他们的prompt是什么 然后他们在画什么 他们怎么对待他们画你的猫猫狗狗 鸭子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他们怎么去改造一个城市 他们怎么去画一个商鸟 那事实上大部分的初学者可能就在用的时候就会看 别人设这个商鸟我也要设计一个 别人这样子设立一个猫 好像我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 然后你就会画出一些很不错的图 然后你就会开始进入这个show off的环节 对吧把它截图发到IG或者脸书上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是这样在用的 但这个过程里边就是你刚刚说那个motivational 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你会发现你会很 因为它那个整个的这个工具让你很容易miss掉 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你到底想画什么 你根本都不用想你看看别人在画什么 然后就画一个然后再贴到脸书上获得一堆赞 基本上这个过程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你可以不停不停的重复 然后那但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好多人用AI工具的时候 可能就是或者不一定是AI 就当工具特别特别好用的时候 就会陷入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想起来 其实后来我一开始前一个星期也是这样的 我得到了一堆很其实是很精致的图片 但我都觉得没有灵魂 所以我都没有发到过脸书上 然后后来就尝试不去看其他人的话 然后我就会在我今天晚上 比如说要发每日心情日记 每日一图的时候 我会把电脑关掉 我想一下我今天到底想画什么 就是我的心情是什么 然后这个心情如果抽象成为一幅画面的话 它大概会是什么 我其实要花一个至少五到十分钟 十五分钟去想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想了一下之后 我还要把这个想法全自立成一个语言 而且这个语言要拆解成你要什么样的笔触 你要什么样的颜色 你要什么样的构图等等等等 然后等我全部都想完之后 才会去打开电脑给这个指定 然后这个过程就让我想起 我以前做过很多年记者 然后跟一个非常优秀的马格南的摄影师 一起去采访过一些很冲突的场面 然后那个摄影师跟我以前认识的大部分的 就是因为马格南摄影师 大概就是这个世界上即时摄影 最最最最最顶尖的这个摄影师 他跟我以前认识的大部分的其他的摄影师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到一个现场之后 他那个他特别吝惜按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按钮 就是这个按键 他会想很久才会按一张 他不会他不是那种 他虽然也是用了数位相机 他不是用胶卷 但他是他不是像很多摄影师一样 会到一个现场之后就啪啪啪啪啪啪 大概连续按几百张 因为他的那个摄影师他总有一张回去 可以挑一张能用的 他不是他到那个地点 他不管错过了多少 他就真的只按通常不超过三张 然后他回去就是就会有张有 他会在那个位置思考很久 后来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好照片是想出来的 不是不是按出来的 但我一直 我我觉得我在哲学上理解了 但是我没有在实现上很理解这件事情 但我在用那个Nive Journey画图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点明白这件事情 就他站的那个位置 他要先想自己的读者 透过他的镜头 跟他眼前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他希望那个关系是什么 然后他怎么translate成他的那个画面 他要完成这一轮想法之后 就是我最近用这个工具的感觉 是让我突然意识到说 哦那个那个时刻是最最关键的 那个时刻是把我们跟机器区分开的 最最关键的那个那个大概5到15分钟 但问题是很容易就crease过去了 因为你太容易就进入了这种 哦我画一张好漂亮的图的喧嚣之中 然后别人也会觉得哦你画一张好漂亮的图 然后这个其实真的好容易就没有措施 所以那个那个东西怎么保折 或者是怎么激发大家意识到那是重要的 并且习得这个技能 其实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嗯 可能 就有一种有一个基本的心态啊 是 你要不要退个control 嗯 就你跟机器的关系 对 对 他说你啪啪啪啪啪啪造很多 我有一个朋友我刚刚出去照相的时候 那他就 他也不照很多 但他都用广角照最大的 因为他回去是可以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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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这是一种方式 那 也有很多的Photoshop 我在刚开始我也觉得说 Photoshop为什么我去 他后来 他发现说那个 Photoshop那个是无穷尽 嗯 你可以改不完 永远改不完 永远改不完 永远改不完的时候 那有多少是你的控制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最可贵的就是在你跟 下那个指令的特朗普之前 那一段时间 你把它相信 那 You take this completely under your control 那这个时候呢 那个 你觉得你呢 只是 在你的命运之下 做一些事情 嗯 嗯 这个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嗯 对 我觉得在前期是这样 但是 也不一定完全 就是比如说 但 但在那个思考过程是 就是至少你 应该就是说 你可以 Full control of yourself 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就是你要花一段时间 去理清片的事情 然后但当你指定下去之后 因为它确实会给你一些惊喜的 就我常 因为它还是很困难 有的时候我可能想太复杂 它就是实现不出来 但它实现了别的东西 我觉得也不错 于是我就调整了我的诠释 我就开始用一个方式来诠释它 因为我们我后来发现 我就是我自己后来做的一些图 就是比如说我本来是想画一个 我昨天刚发了一张 一个一个那个大家可以看我的脸书 就是一个一个女性 她的那个那个那个脸很多都就是 就是好像是被碎片拼起来 然后它背后长出了树什么的 我其实本来不是这样 我本来是想画一个在裂缝中的女性 她就始终没有办法 帮我实现那个漂亮的裂缝 然后我就很抓跑 然后我就给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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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 最后呢她突然有一张出来一个这样子 哎这个也符合我想要的意思 我就我其实就把我原本的那个意思改掉了 我就然后我就我就变成我去诠释她这个图 但但这个我原本的意思跟这个意思就是是相通的 对所以其实也倒也不是说full control 但是确实你前面就是要对自己在想什么 这件事情有full control 那你给她你的concept 对是的是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但这个真的超级容易 所以我也很好奇今天的小朋友 如果在玩这些工具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太轻易 就直接把这些过程全绕过去了 封闭了 好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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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看到有什么意思 好像是累 啊 我的问题 你要回到你身上还说 哈哈哈哈 就是你现在在做影响力投资 你不觉得你的工作像是一个这样的 你的角色 哈哈哈哈 可以说啊可以算是 我刚才不是说手工艺 在怎样的面向 怎样的面向 不知道如何 我之所以難肯 有點不知道如何回廊 因為什麼東西都不是黑白的 什麼事情我是像將人 什麼事情不是像將人 好像我看不出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 這樣一個界限的問題 但我之所以說 我像一個將人 或者說手工藝 是因為你真的是 每一個狀況都不一樣 你跟這個人溝通的方式 是你從來沒有 你原來有所預期 但是呢 你跟他正在談的時候發現 他的了解 他的環境 他的經驗 是我沒有一起到的 多了 我很多公司 我最近有一家公司的小公司 然後就花了一些時間 跟他談一些像這樣的事情 那什麼地方 但你第一次在想 什麼地方不像手工藝 當然有很多那種 失落的這個事情 會有 因為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常常你會覺得 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或者你的出發點是怎樣 可是對方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那就是失敗 那就是失敗 失敗 其實 最近我常常感受到就是 就是 溝通把一個訊息 能夠有效的傳達過去 而對方又能夠了解到你在這個訊息 後面 你的動機 你的用心 你的 你的那個 用力 是否 是否 是他所 期待的 或他的那個物體 那這個呢 是我 常常覺得說 他 人和人 這是比較複雜的 東西 對 人和物 稍微簡單一點 對 但是人和人 是有非常多 你們沒有一起的這樣的 所以 也許 就是說 這個是 非常不像人 那個 那個 是 是 很不明確 謝謝你的問題 應該是有回饋 也是一個提問 就是 我覺得今天直接提到那個耶爾比說的聲音 就是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 就是 至少是激包 就是說 其實 也許今天那個是可以選匠人 是不是因為匠人 你沒有提到 你剛好提到情流 其實贏得重 那AI 你在用AI 就可能不太容易就贏得重 可能就一直想要去做法 哪個做法案 就是想要貼到臉書 做得做法案 那 我也想要 這 這會是我今天的一個獲得 我覺得 好像那個區隔是 就是 人可以進入心流 一個這種去創造東西 那你想要問一下 PK 就是 你選匠人 這個 這一點 跟 其實這個 佛法 就是他 他其實也是進入心流嗎 那個Zen 其實就是進入那個狀態 你有一些連結 或是人 就是 事後的 後一件事 比如說 我事前日 那 那 雖然我最近 就寫了一些 AI 寫了一篇AI的文章 那 一篇文章談的是說 AI有什麼情勢 然後 然後 就去 這個 AI學校 參加了一個論壇 大家要聽聽 所以 什麼時候 對於AI 跟你好像 這麼深入這個 淵源 不過因為這三件事 就讓我多想一些 尤其是說 到底 到底 AI給我們 我覺得它是一個 我們的 對照 它是我們人的能力的一個對照 它會 讓我去想 這個 AI跟我們人的差別 所以 後來我就發現說 這個 射手想形式 和 六處 那這樣的一個 體系 是一個 對我們的了解 或者說 我們去 用這個來 用這個 model 去跟 應該對比 我覺得還是不錯的一個 參考作品 這是 也謝謝吧 謝謝我們今天的這個 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讓我多一點時間想這些事情 我們現場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能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還有的話 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我其實有最後一個問題 可能剛剛那個地方 或者 再往後一段 或者 再往後一段 還有一個 啊 動機 動機 對不起 對對對 我剛剛聽到這一個問題 就是他沒想聽你說講講 動機比才能重要 我覺得連結到 剛才 Isabel說的 motivation 這句話你認可吧 動機比才能重要 或者你怎麼理解它 而且他說它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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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力活動的關鍵 我覺得整體來說的話 我同意 我相信 會不會我們應該相信 動機比才能重要 對 那如果倒過來想說 才能比東西重要的話 這個 也是問題 有一點點 你看 那 交給這些人都可以 對對對 那 那 那我們 當然也看過很多人 我們 我們過去 在學校裡的朋友 那 如果從現在的角度來 畢業了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之後 你做一些對比的時候 What's the difference 除了 這個 他所 騷慮的這個 境遇之外 好像有一部分 是 他的所謂的動機 嗯 那什麼叫做動機 那也是不同的問題 對不對 那其中 我覺得是包括了 一部分就是 你 要不要 try harder 或者說 do better try to be better 那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 或者說 你跟人的關係是什麼 你是來次的 還是 還是 明接的 那這些都是動機的 一部分 當你看到一個人 他 在 落勢 你落勢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什麼 那 這些我覺得 好像也都是 確實是在 我們在看一個人 那 他會不會受到尊敬 受到別人尊敬 那一些重要的 一些 元素 那 那 你說 給才能是不是重要呢 我覺得 才能這件事情呢 是 就是 修圓把刀吧 對吧 你就放在一個刀箱裡頭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這個刀 到底是不是 好用不好用 那你用在什麼地方 因為 你要拿 要保健促銷 然後你的動機是什麼 我覺得 可能是 會有到 這把刀的用處 一個重要的 我這樣想 嗯 沒有到 沒有到 好啊 但是今天他充滿 降人精神的 就是我們花了兩個小時 以上的時間 在講這個 仔細的閱讀一本書 然後 也希望能帶給大家 更多的這個啟發 大家如果有任何 其實還想到的 就這些延伸想到的 其實都可以 也寫 也分享在自己的 臉書也好 IG也好 其實可以 我也不能 可以給FG 丁丁小生 可以講課給我們 幾個字幕 幾個字幕 在裡面 可以ando 一些 射拍 會 瓶 更多 形容 幾個字幕 會 然後 體驚 成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